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 凡真行我天父执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 和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路加福音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都讲到同样的事件 当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 他们来要跟耶稣说话 并且有人通报给耶稣 耶稣就借机告诉众人 凡遵行天父旨意的 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节经文在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是说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总之就是强调 凡是听了神的话而去遵行的人 就是耶稣的家人了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好像耶稣漠视他的家人来找他 其实耶稣是想借这个机会 让众人理解天国里的人际关系 在神的家里 我们不是因为血缘 种族语言背景而成为家人 乃是因为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而成为家人 耶稣提到这一点 再次把我们从信耶稣得救的层次 提升到得胜的层面 因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在教会中有各式各样的基督徒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人会说 那个人是谁是谁的亲戚 谁跟谁是老朋友 谁是这间教会的元老创办人 谁奉献了一块地 谁出钱盖了礼拜堂 谁为教会做了多少事 我们似乎已经太习惯 这样介绍一些人 他的身份地位背景 甚至他在教会有过什么丰功伟业 他是什么长老传道牧师 神学院教授院长 但是想一想 如果我们这样跟耶稣说 耶稣会如何回答呢 耶稣应该也会像这里这样回答 凡遵行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母亲了 耶稣所看中的不是你的身份地位 做了多少事工教会的资历 主耶稣所看中的是 遵行天父的旨意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时 主耶稣不会问你在地上赚了多少钱 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甚至他也不会问你在教会 有没有做过长职同工 教过主日学 带过查经班 但是他一定会问的是 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竭力地去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的rados雪尔 真的工夫 quindi不管不管多年 怎么能相他们无疑 用于位置的改静